论痛第53 本篇主要论述了不同体质的人,因其筋骨、肌肉、皮肤、凑理、肠胃等各不相同,所以对于针刺、爱酒和药物的耐受力也不同。 从而告诫临床医生在治疗疾病时,要根据患者的不同体质,因人质疑地采用合适的治疗方法。 皇帝问少鱼说,筋骨的强弱、肌肉的坚实脆弱、皮肤的厚薄、凑理的疏密各有不同,他们对针刺和爱酒所感到的疼痛有何不同吗? 肠胃的厚薄坚脆不同,他们对毒性药物的耐受有何不同吗?愿你详尽地讲给我听。 少鱼说,骨骼强硬、筋软、肌肉松直、皮肤厚实的人能够耐痛,他们对针刺及爱酒的痛感也同样能够忍耐。 皇帝说,怎样知道有些人能耐受爱酒灼痛呢? 少鱼回答说,皮肤色黑、骨骼强劲的人能耐受爱酒的灼痛。 皇帝说,怎样知道有些人不能耐受针刺的疼痛呢? 少鱼说,肉肩而皮肤薄的人都不能耐受针刺疼痛,对于接受爱酒时,也是同样怕爱酒制灼痛。 皇帝说,人患病或同时得病受伤,但有的容易治愈,有的难以见效,适合缘故。 少鱼说,同时患病,患者身发热者,容易治愈,而身敢发寒者,就难以治愈。 皇帝说,有些人能够耐受毒性药物,而怎样能知道某些人能够耐受药物刺激呢? 少鱼说,胃气强、皮肤黑、骨骼粗壮,体胖的人对毒性药物有很强的耐受力。 反之,体受胃气弱的人就都不能耐受毒性药物的刺激。 原文 皇帝问于少鱼曰 筋骨之强弱,肌肉之间脆,皮肤之厚薄,凑理之疏拟,各不痛。 其于真实火弱之痛何如? 肠胃之厚薄,肩脆异不等,其于毒药何如? 愿静闻之 少鱼曰 人之骨强,筋弱,肉缓,皮肤厚者耐痛,其于真实之痛,火弱亦然。 皇帝曰 其耐火弱者何以知之? 少鱼答曰 家以黑色而眉骨者,耐火弱。 皇帝曰 其不耐真实之痛者何以知之? 少鱼曰 肩肉薄皮者,不耐真实之痛,于火弱亦然。 皇帝曰 人之病,或同时而伤,或易矣,或难以,其故何如? 少鱼曰 同时而伤,其身多热者易矣,多寒者难矣。 皇帝曰 人之圣毒,何以知之? 少鱼曰 胃厚,色黑,大骨及肥者,皆圣毒。 不其受而博弱者,皆不圣毒也。